超多層 哇 好大窗 這個是楊見寺 好漂亮 什麼? 桃園結宜 桃園結宜 立下此世 沒有內世 Hello 大家好 我是珍小妹 我們今天來到深圳北站隔離的紅山站 去6979的商場 射一間老北京火鍋 這個商場以前也拍過 非常熱鬧的夜晚 然後深圳北這裡還有開示客 如果大家去驗山姆的話 也可以選擇去Costco逛買東西 非常方便 回香港的話 直接去深圳北閘搭高鐵 暑假如果帶家人過來玩 就可以考慮一下這個商場 那現在就首先教大家 怎樣來這裡的路線 我們可以坐4號線或者6號線 到這個紅山站的福一出口 出來之後 就找回這個 6979商場的南區 出來就 往左邊走 好 這個顏色 這些衣服 在大眾點瓶上是排名第一的深圳山洋用品牌 這間店的面積有1000瓶 採用了紅牆的元素 非常有北京的氣氛 有散座、雅座和包廂 還有露台可以選擇 可以容納很多人用產 非常適合商務現請和朋友聚會 這裡還有一些小包廂 它叫雅座 非常適合小聚 沒那麼吵 這裡還有大包廂 看看環境 哇 好漂亮 超大 起碼可以坐到18人 還有一張很大的茶几 大家可以在這裡喝 這裡還有不同的房型 小包廂 如果大家要預訂的話 剛剛問了經理 其實只需要打電話過來就可以了 說回你多少人 他就安排一間包廂給你的 是沒有服務費 也沒有低消費 但是就不可以用套餐券了 要按照這本 菜單上的價錢 點回正價 我覺得都很合理 包廂環境其實都不錯 進來之後 還會看到Open Kitchen 這邊是做麵 如果有麵單或餃子單的話 就會在這裡拆 走來這邊有一個切肉區 全部都是鮮切的牛羊肉 都不錯 透明廚房給大家看到 這邊 哇 這個富蘭圈是我見過這麼多餐廳 上面最大的一個 是超大 巨大 第一次見這麼大的富蘭圈 這裡是出菜區 我們本來打算點一圈 但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 發現原來他一圈 只有一層已經吃不完 我們三個人 所以還是算了 現在看到他們在這裡切 這個是在準備三圈 三層的羊圍撥 包廂裡面 我就不方便進去拍 拍一下這個出品有多厲害 師傅真的每切完兩個 就兩個兩個兩個這樣放上去 警告一張 然後在下面加上光冰 哇 好誇張啊 超多層啊 哇 哇 好大聲 走了 哇 超誇張 這裡是大廳 現在才5點 已經差不多坐滿了 如果大廳的話 很多人很受歡迎 這個店舖上 我們就訂在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桌子就算沒有客人 都會先煮清水 而且他們是用龍夫山泉的礦泉水 更加鮮甜 為什麼會這樣煮 剛剛問了他們說 其實今晚一定會滿客人 所以就全部鍋都上了這個炭爐 因為它這個銅鍋中間是用炭去熱的 所以要少少時間 怕客人燈太久 所以整個牆就算是沒有客人 全部都安裝了這個水 很明顯 一看到就知道實力在哪裡 就算是所有的預訂包箱 每一天都是充滿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訂包箱 一定一定要提到一天 最少一天前 去通知店家 看看有沒有胃囊 嘩 看它的菜單 這間是我吃過最正宗 最多羊肉部位式的 這個北京老火鍋 真的很誇張 很專業 做一樣東西做到 這裡還有精釀啤酒可以喝 如果大家想喝酒的話 這裡也可以解釋 一渣才40元 一渣才40元 石林國立高羊肉 我們現在點了二人餐 那就是桌面上這麼多菜 這個是二人餐288元 待會再點其他菜 已經滿了 如果大家是人少少 二至三個人 就可以點這個二人餐 這裡還有提供了 百款的調料 可以自己混合混醬 在這個大眾點評 打卡收藏 就可以送這個小調理湯 試試這個芝麻餅 嗯 好香哦 這個芝麻 嗯 裡面有肉 這個算是我也吃過 芝麻餅裡面最多餡的一個 真的做得不錯 裡面還有千層的感覺 很濃 做到一點都不油膩 真的很好吃 看看這個紅糖芝麻 這個也是趁熱吃 我覺得什麼 很足夠 如果是二人餐的話 完全吃不完 三個人剛剛好 這個小吃不錯 嗯 這個紅糖餅很香 而且芝麻比較油膩 很脆 嗯 很香 還有這個小菜 還有這些周邊也不錯 還有這個 酸蘿蔔 它外面還有這個雪糕飲食 有小布丁 還有一個老筆丁冰棍 都是滿費的送 嘗一下這個鮮切羊肉 嗯 嗯 我喝了很多的芝麻 好重的羊味 也挺厲害 好正中 嗯 這個肉品很好 嘩 這個手切羊肉 它滾完之後 這些肉粉紅粉紅 還保留這個羊肉的味道 很厚 是新鮮的 這個肉 感覺到它做的運動 很淡 這個羊味也很重 還有肉丸 嘩這個肉丸 這個肉丸 這個肉丸 這個羊肉的味道更加突出 嘩 很厲害 這個羊油的味 它還有這個馬蹄 加了一些醬 它會惹味 它有羊肉很新鮮 還有這個羊味很重 很有這個老北京傳統果的味道 我覺得北京菜 和外蒙古菜 都有點不同 喜歡吃羊肉的各位 一定不要錯過這間店 但味道有點上頭 有點厲害 再加上這個酸菜 是鹿蔔蔔蔔 嗯 嗯 嗯 楊雪花 嘗嘗了 嗯 真的好吃 首次的口感比較厲害 因為楊雪花 吃起來的味道比較好 清淡 沒那麼厲害 加上蒜苔一起一口 老豆腐 老豆腐 老豆腐再加上這個醬料 加上湯汁進去 一口飽汁 豆腐也挺好吃 嘩 終極吃了 我覺得這個東北酸菜 和這些和火鍋很配 和這些羊肉火鍋 它可以解膩 嗯 很容易 我覺得大家最重要 是蘸醬 另外加上那個醬 另外加上那個醬 芝麻醬 牛肉醬和香辣醬 我們最喜歡的是香辣醬 這個味道 選兩款醬就夠了 喜歡吃這個傳統食材 就是這個芝麻醬 加一個紅芳 再加這個韭菜花 這樣會吃得到羊肉的鮮味 我們剛剛除了二人生之外 另外再淡妙了兩個肉 還有一些小吃 剛剛我出來拍了別人的羊圍伯 真的超級壯觀 但是因為我們三個吃了 吃不完 我們就點了一個細份 試一下 我比較喜歡吃瘦肉 不錯 很不錯 這個比較便宜 反而清一點 不會那麼重的羊味 如果大家比較怕羊味很重 就可以點了羊圍伯 或者點了一份細 另外還點了一份羊見子 它上台那一刻非常美 羊見子就像我們吃牛肉火鍋 是吃五花子的部位 吃多一點筋 口感會比較厲害 試一下這個羊見子 它的口感很好 羊見子和這個瘦肉的味道 沒有那麼濃 不會那麼難接受 不會說一吃的羊味太厲害 會有點抗憨 因為我覺得會比較好清澈 很大膽 很棒 再加上它這個特製的醬料 好香 試一下這個爆漿毛肚 好香 好爽脆 這個吃法和我以往吃的毛肚 吃法都不一樣 這個咬下去是爆汁的 還有口感非常好 再加上醬 很滿足一口 麻醬很香 十分爽脆 包括這個芝麻醬 這裏還有羊肉串 甚至是紫燃味 再加上燒烤味非常濃 都很好吃 什麼? 桃園結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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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試這個爐打滾 剛剛看到它是燕造的 好像很好吃 解決 我以為是饅頭 嗯 它是黃豆粉 上面 然後中間有一層 軟硬硬硬 糯米皮 再加上這個豆沙 它是真的吃到鮮味 不是那些罐頭豆沙 是真的燕造的 整個東西不會太膩 不會太飽 這東西比那個糖有池巴 特色一點 最後可以收藏打卡 加上這個小料理湯 它是冰的 很棒 好像有冰 比較清少少 像蜜糖 因為它不會張住你的口 不會特別濕 而且它是冷的 都OK 這個肥皂好 你這個小甜品 我們現在就吃飽了 三個人叫了一個套餐 加上粥便 一個是550元左右 人工就是百多元 如果大家是小腰胃 其實二人餐已經夠三個人吃 很飽了 如果大家想過來的話 也可以去美團 或者大眾展廳上面 有些團購券可以買 它也有四人餐 和六人餐可以選擇 我覺得最好 其實來這裡 就是一班朋友 六至八個人 或者十幾個人 訂包箱 其實是最划算的 你可以看到 一大盤三層的楊維波 放在桌上的視覺效果 是好很多 我們今天只有三個人來 戰鬥力就有限 沒有辦法了 不好意思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話記得點讚 關注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這裡還有坤塘葫蘆 可以吃的 有士多菲利冰 還有山楂冰 這個要付費的 然後這邊 你會走過來 看到有個冬櫃 這個就是免費的雪糕 雪糕有幾款可以選擇 如果大家吃飽 想吃甜品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拿回來